在一望无际的血缘中,不知何处发生着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事儿,但我们却往往在不经意间错过了这些机会。 就像现在看到的这样,一只本该在树梢上飞翔的老鹰,却被陷阱困在地面,无法动弹,它为何会被地面的陷阱困住,又是否能够顺利脱困? 加拿大的冬天漫长寒冷,城市外总是有着大片血缘,因此也总是有人外出狩猎,在安静的雪地中追踪自己的猎物,虽然往往无功而返,但他们原本的目的也并非真的想要获取猎物,而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和自然的接触。 这样的人有很多,迈克和尼尔就是这样的一对伙伴,在某个冬日,他们相约外出狩猎,在雪原和灵地中小心漫步,还不忘带上自己的狗狗,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。 但他们没想到,这次狩猎的走向却偏离了预定的计划,走向了另一个结果,并因此拯救了一条生命。 在一片临间空地中,他们听到了奇特的声响,这声音带着焦急,非常急促,甚至听得出一些绝望。 两个人也被这阵声响触动,马上放下手中的事儿,开始在附近搜寻起来。 狗狗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之中,他们一同在四处寻找,最终找到了声音的主人。 那是一只漂亮的老鹰,体格健壮优美,但与其他老鹰不同的是,他此刻似乎被什么困在了地面,一动不能动,想飞起也只能徒劳地拍打着翅膀,不断发出哀伤的鸣叫。 二人对此感到非常奇怪,他们凑到附近小心观察,最终发现老鹰的脚被不知哪来的陷阱困住,无法脱身,他应该已经被困有一段时间,两人来得还算及时。 但老鹰毕竟是猛情,他对这两人仍然抱有警惕,看到他们靠近时便会防备,如果救援时疏忽大意,很可能会被老鹰所伤。 思前想后,他们决定使用古老的方法,让老鹰安静下来,其中一人脱下了他的外套,小心翼翼地靠近老鹰,将外套蒙在了老鹰身上。 与此同时,一旁的小狗正在紧张地环绕主人,提防着老鹰的一举一动,生怕会出现任何意外。 但好在老鹰并没有做出意外举动,他似乎真的安静了下来。 接下来,两人便开始研究,究竟怎样才能解开陷阱,让老鹰重获自由。 困住老鹰的是一个夹子,很难轻易打开。 二人尝试凭借自己的力量开启,却都没能成功,而且锋利的夹子也会带来危险。 因此,左过右盼的两人最终选择就地取材。 他们拿来了附近的粗大树枝,先是用人力将夹子撬开一道缝隙, 接着将树枝塞入,卡住夹子,再用力撬动,最终成功打开了夹子。 老鹰也恢复了自由。 二人手捧着老鹰将它放归了自然,但在放生之后它却飞到远处的树上, 长久地看着二人,像是想要记住他们的模样,随后便飞走了。 无独有偶,在美国的俄勒冈州,同样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 一只白头鹰在意外中撞上了马路行驶的车辆。 车辆虽无大碍,但白头鹰却一直在地上扑腾,没法站起来,更没法飞走。 鹰是受了不轻的伤,路人们随后叫来了救援队。 看到眼前狼狈的白头鹰,救援队也开始了行动。 使用毛毯将白头鹰的身体盖住,让它在黑暗中安静下来。 接着便将白头鹰抱起,将它送进救护车中,运往动物医院。 最终也在及时的救援下恢复了健康和活力。 接下来,让我们看看这个故事。 一只白鸟因伤落水,生命垂危,路过男子,救出白鸟。 没想到,为了报恩,白鸟竟然做出这种举动。 即便被人认为是猛禽的老鹰,往往也出乎我们的意料。 在得到帮助后,它们明白自己经历了什么,也了解身边的人其实是来救援自己的。 但动物的天性就是警惕。 在这种警惕下,往往会招致人类的误解和救援行动的半途而废。 因此,我们不仅要对自己有信心, 有时更要对这些脱胎自然的生命多一些信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